大家好,我是流浪枪手 以前介绍了不少关于枪的话题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红点瞄准器 都知道枪手慈悲为怀,从不打猎 去靶场也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手枪上面 所以瞄准镜与枪手来说似乎有些多余 但是今天这款红点还是值得一提 具体的性能表现等下再细看 先说最明显的优点就是价格超级便宜 这款产品叫什么Pursuit 可以翻译成追求或者是进取 但无论如何这都是装在武器上的瞄准镜 所以追求也好进取也罢 目标对象都要小心谨慎 波段盒不错 当然还是没零三的 打开盒子看看里面都有是吧 我一直放错了 应该是这样 好像什么都有 聊死镜 当然 那六脚掰手 镜头清理部 当然还有这一本 使用说明书 这里吐个槽 既然是Made in China 为什么不放一份中文版的说明书 如果是Made in Japan 一般都会有日文版的说明书 方便日本太军 真希望什么时候说中文的 也能搞看自己人 回到主题 这个瞄准镜的加工 还有这个表面的装饰 似乎都不错 尤其是相对于这样的价格 对了 这是刚刚在Kabelas网站上买的 所谓的促销价格 45刀左右 不指望便宜 但是也贵不了多少 这是电池仓的盖子 把这个拿下去以后 把胶纸拿下去以后就可以打开 取出电池 嗯 嗯 嗯 移去这个节圆薄膜 能不能看得到 然后再把电池装回去 瞄准器就算进入了工作状态 当然还要取下这个镜头盖 这个镜头盖可以说是奇形怪状 但希望可以工作一段较长时间 当然如果这个镜头盖是设计到一个折叶形式的 那就更好了不用担心以后找不到 透过瞄准器看过去 首先要找到那个红点 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 可能是激光强度太暗 这个激光瞄准器的激光强度 一共有11级 看到这是1 11在最后 从弱到强是这样的效果 不知道透过这个镜头 看着可能不是很清楚 我索性把这个强度打得大一些 现在看着比较辛苦 现在看着比较辛苦 那么现在的条件是放在第9级上 看的是非常清楚 刚才看到的使用的是CR2042的电池 据说调到激光最高亮度档后 其寿命是100小时 最低档则可以持续5000小时 所以瞄准器没有射开关 一则是没有必要 更主要的理由可能是要保证 这个武器随时可以用 实际上在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调到第4级或者第5级 都是可以清楚的看到红点的 但是可能在这个录像的里面 看的不是很清楚 激光瞄准器的原理非常简单 就是里面的激光器会向前发射激光 在前面镜片上反射形成一个红点 通过调整 可以使激光器的轴线 也就是枪口方向与红点从何达到瞄准的目的 这个瞄准器的型号是 1乘20 20指的是口径 1指的是放大倍数 这里就是没有放大的意思 好处就是没有放大另外一只眼镜 也可以加入做辅助瞄准 按理说大多数的瞄准器 瞄准镜都是应该装在长枪或者是步枪上面 但是枪手只喜欢打手枪 加上这又是个超级的便宜货 不值得大动干戈 所以马马虎虎就准备装到这只 Smith & Wyson R2A上面 其实这只枪本来的精密度就非常不错 这次也是没事找事 体验一下红点瞄准器的效果 因为这只枪已经有导轨 所以安装非常简单 厂家想得周到 还送了那六角扳手 先把螺丝松下来 安装的位置也可以凭个人的意见 稍微做点调整 分隔都有不同 现在就按照这样的时间 好 这计算做好了 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效果 还是把激光器放在比较强的第六档 第七档 这样的话呢 在镜头里面看到红点的效果可以明显一些 举枪瞄准 我现在是单手握枪 不太习惯 眼睛自然而然看到的就是红点 同时也看到了作弹点 那么调整 那么调整一下手枪的位置 或者姿势 瞄准就算大功告成 实际射击的时候速度应该提高了不少 当然后面会有视频体现在靶场真实的比较 现在只是理论上的参考 如果把红点拿掉 正常的瞄准过程是三点一线 眼睛分别要照顾目标 嘴星 还有罩门 显然要花更多的时间 另外一个优点也很明显 就是激光特别醒目 或者是显眼 也大大节省了时间 下面就是启发场实际射击的情况 匆匆忙忙的就算是个比较 虽然精度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速度有相当的提高 就是在适合这回程中 但是速度参加 这个又是微信阅射击的 但好付出 就是这一切 我把手放在一起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